哦,我好像看到什么了 Minecraft 阿罗,大家好,欢迎回到来Minecraft的第47集 我们总要去做上一集没有做到的事情 要去收集所有的狗狗回来了 OK,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要做一样事情的 千鸟我也该时候给你赢得的了 OK,这也是来自一个观众的要求 打扰一下的千鸟 BOOM,就这样完成了 哎,还有火把 OK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爱我的千鸟的 虽然它只是陪了我一段很短的日子 但怎么说都好 是我害死你的千鸟 送给你种子 抱歉了,要你等了那么久 那么小狐狸呢 说实话我跟小狐狸就没有什么感情了 因为基本上我第一天把他带回来,他就已经死掉了 你们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你就知道啦 小狐狸是被河豚毒死的 而且还是我刚带回来的时候 非常的可怜 给你送上猪排 然后就是我亲爱的小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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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你难道又要告诉我什么吗 你难道就不想我去找新的狗狗回来吗 What 难道你又要叫我去某个地方吗 来我看一下 你应该过去北方的雪山看看 你的猫咪小羽 雪山? 为什么我要去雪山啊小羽 为什么啊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 不说多几句呢 你只是叫我过去看看 我不知道你想什么的呀小羽 那小羽无论怎么样都好 我都会过去看看的 不过在那之前有一样事情我必须做的 你们可以看到我准备了一个命名牌的 这是要给我的僵尸马用的 我有在评论看到有一位观众 帮我的僵尸马起名字了 我就用观众给我起的名字吧 因为那样的话我也不用去想了 也非常谢谢你 ok我看到你的评论了 你要我起僵尸马的名字叫做 羽绿网 真的是一个蛮霸气的名字啊 好那我就把它给起成羽绿网吧 羽绿网就这样 没错了吧 好 相信我的僵尸马应该也会很开心了 Let's go 我的僵尸马呢 我还害怕你会消失人呢 还好你是不会消失的 来给你 这是我观众给你起的名字哦 羽绿网 怎么样 你们也觉得蛮不错的吧 这个名字 我觉得也是蛮适合他的啦 因为他也是绿色的 那个羽的字就好像代表他是湿湿的这样啦 因为他看起来也是湿湿的 那么大白 排骨王 以后你们要跟羽绿网好好的交朋友了哟 他们总是堆在一起的 你看 他们是多么的亲切 我看到都替你们开心啊 真的是啊 我要出发了 小雨叫我去北方的雪山 恶话不说 我们直接飞过去看看 到底有什么吧 这一次 难道会有宝藏 每次小雨叫我去的地方 都有一些很珍贵 很稀有的东西的 这一次也一定会有什么的 哦 我们看到雪山了 OK 这里就是北方的雪山了 也就是最靠近我家的了 来 我直接飞过去 看一下到底会有什么 我要进来找找看了 怎么会有怪物呢 有怪物不是很正常吗 阿兰哥 哈哈 你们有看到什么吗 请问 这雪山 好像啥都没有哦 嗯 Oh my god 怪物倒是有的啦 Oh my god 连你们都来了 我忘记睡觉了呀 好久没有睡觉了 好像 让我处理一下 太弱了啦 你们是会不断的刷新的吗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拜拜 我不明白啊 小雨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你想要我找到什么 我已经找了三十分钟了 依然什么都没找到 我不明白 小雨 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这个雪山到底有什么 让我在这个雪山的周围飞一下看 会不会看到什么 我暂时是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暂时是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好像看到什么了 粉红色的羊吗 这难道是 小雨要我找到的 我听说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哦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罢了 它有多稀有啊 我去调查一下 粉红色的羊真的有那么稀有吗 不可能吧 再怎么说 都是羊罢了啊 粉红色的羊刷新的几率是 0.164% 哇 就连1%都不到吗 你要跟我回家了 我没有想到是如此的稀有的 这已经是 不是一般的稀有了 是非常严重的稀有了 有没有 它比我家的老黄还要稀有 说不定 比僵尸嘛 还要稀有呢 Oh my god 你是这么稀有的吗 就因为你是粉红色吗 Oh my god 为什么我就不能用一些 粉红色的燃料 给我家的羊涂那个颜色 它们不就变成粉红色的羊了吗 嗯 如果按道理来说的话 不过在minecraft里面 这一种常理是行不通的 反正它粉红色就是很珍贵的 OK 所以我要慢慢的把它带回家了 你要跟好来哦 我跟你讲哦 不要断绳子哦 有点麻烦 我不能飞了拉着它 没办法了 我玩了这么久minecraft原版 第一次看见了粉红色的羊 虽然我觉得还是我的DJ羊比较帅啊 OK 我们回到家了 Mr.粉红羊 史上最稀有的羊 来 欢迎来到我的家园 我感觉你可以跟我家的DJ羊做好朋友 虽然我的DJ羊比你帅 来吧 你这么稀有 你这么稀有 我先要带你去见我的一位同伴 你知道的吗 过来这边吧 小羽 Oh my god 小羽 你又有什么要跟我做吗 主人 恭喜你找到的粉红羊 我希望你与观众们都开心 你的猫咪 小羽 小羽 你真的为我做的太多了 我这一辈子都无法给你足够的报答 我会再想想 要怎样的 给你报答好不好 谢谢你啊小羽 欢迎光临 进来吧 这是一个大家庭啊 特别是DJ羊 我要介绍给你的 过来 Let's go 怎么样 DJ羊是不是很帅 它可以变颜色的呀 它可以变颜色的呀 你看 DJ羊你也有 半了 OK 原本只有你一只羊在这边 你也很寂寞吧 我知道的 我给你带半来了 这个粉红羊可以跟你做朋友了 你们可以用羊之间的 语言来沟通了 非常的好 好的 那么这个minecraft的第47集就到这了 那么我相信这一集是会比较短啦 OK 是因为呢 今天我已经做第二条视频了 OK 你们看到的不玩minecraft系列的第二集 就是我今天做的 所以啊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做两条视频呢 是因为呢 我昨天没有做视频 我要去陪我的女朋友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说一下 其实我一个星期 可能都有一天是没有视频的 是因为 我真的需要陪我的女朋友啦 讲实话的 在我开始YouTube之前呢 我就是一个星期会陪我女朋友一次的 那是长久以来我的热肠啦 OK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到 一个星期 有一天我没有视频的 不用吃劲的 OK 因为我是去休息了啦 OK 但是这个星期呢 之所以每一天都有视频 就是因为我今天一下子做两条视频啦 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名字给粉红羊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下告诉我的 还有的就是 你觉得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 也可以在评论下告诉我啦 说实话 我觉得 差不多已经 该做的都做了 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拿到150个赞啦 记得大大点点个赞 点个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by bwd6